主席我們請郭部長 郭偉好 部長早 首先我先請教一下 昨天跟各大團體跟工會之間的一個延商 最後有什麼樣的結論跟共識嗎 郭雨綺你講什麼事情 我覺得要講共識的話 可能就是推動週休二日 導致雙方面對雙方面的共識是比較強的 但是要怎麼樣的一個型態的週休二日 可能大家意見還是相當的分歧 好 大家意見還是很分歧 因為其實昨天我們也有派同仁去參加這個會議 那回來是有說 其實應該是沒有共識 目前勞方跟資方之間應該是還沒有取得 看法還是有很多不同 還是非常有很大的一個差異 那昨天其實時代力量這邊有表達我們的一個立場 因為其實週休二日這件事情 因為一開始我們討論是希望說全國的休假一致 那比照公務員 然後讓一般的勞工跟公務員 他的休假是一致的 所以刪除了這七天假 那所以其實我們應該回到源頭來想這件事情 如果說我們希望勞工他的休假跟公務員一樣的時候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回頭過來想說 在這個週休二日的這個權益上面 是不是應該要比照公務員一樣 那現在公務人員的服務法裡面 他的一個週休二日兩天是立假 那所以如果說我們真的替勞工想 那我們也希望說以後在這個福利的這個權益上面 我們是希望勞工也能慢慢的朝向公務員的這樣的一個福利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在這個階段在推動這個休假上面 是應該要落實兩天的一個立假 這部分是我們提出來讓勞動部來做一個思考的 如果說我們真的 我們希望我們未來就像之前家庭照顧家這邊要給薪 然後慢慢的往這個方向去走的話 那在這個階段是不是勞動部可以釋出比較大的一個善意 我覺得勞動部要好好的去做一個參佐啦 那再來我覺得我今天要問的部分 就是上週我們有去討論到說低薪的八大原因 這部長上禮拜有提出來 那我今天就其中的幾項 我先跟您做一個救教 上禮拜您有說到這個派遣的問題 剛剛李委員這邊也有問到 那我先問到一個問題啦 部長你知不知道說之前台中榮總有爆發 就是人力重計公司它有300多名的一個傳送員 在這個榮總服務 產生的這個勞資的一個糾紛 您有知道這件事情嗎 有 我們這邊關係是有掌握到 好 那您知道這件事情的一個就是背景嗎 那掌握的狀況是如何 市長來說明比較詳細一點好不好 好來 請簡單的說明就好 他們當然就是那個換廠商以後啊 那原來具有的原來廠商的同仁的工作權的問題 原來工作權好 那其實這件事情呢 榮總 因為在台中是在我的這個 故鄉這個選區裡面喔 那這個傳送員他的問題呢 就是說他其實他之前沒有發給年終獎金 到上個月才不發 那他特休假呢他們希望轉成現金發放 但是遭到這個人力重計公司的一個拒絕 好 那我想要問的是說 雖然說他的現在在第一方上 他的這個處理的主管機關是勞工局 但是這種大型的這個人力重計公司喔 他有很多其實在台灣很多在承包 就是我們公家機關的這個業務啦 那我想要問一下喔 像我們這樣在承包這個政府單位跟就是 公立的這個單位的這個人力重計商 我們現在台灣有幾家 我們勞動部這邊有沒有掌握 我們這裡可能沒有比較詳細的數字啦 不過可能工程會那裡可能會比較 應該有這個這方面的資料 好 那我希望說勞動部喔 能夠針對這樣的廠商喔 做一個清單喔做一個列管 那提供給本席這邊喔 因為這一些承包的這一些人力重計商喔 經我們去了解他們員工是表示說 這一些廠商喔他們為了節省成本 所以他們三年就會成立一家新的公司 把公司名換掉 那雇用原來的這些員工 那他制服換掉他年資重算 那他的特休也永遠都只有個位數 那這樣的事情這不是第一件 我相信也不會是最後一件 好 那這一間公司喔 我就不指明他是哪一間公司 但是這間公司他的公開資料都查得到 他從76年成立一直到現在 他已經變更過好幾次的公司名稱 這個你們去查都可以查得到 那我擔心的是說像這一家公司 或是其他類似的這種人力重計公司 他就是配合著政府單位的一個 就是公開的一個承包 他幾年就去換一次名字 但是他實際上面 他還是都是用同一批員工 那就是我們一直在講的 假派遣證雇用的一個問題喔 所以我現在要問勞動部的是說 關於就是政府機關跟公立的單位 他們在進行這種勞務採購的時候 勞動部有沒有辦法去主動查出 這種看似合乎勞基法 但是他一直在規避這勞基法的 這種遏制的一個廠商 有沒有辦法主動去查出來 大概要每一個廠商的合約去查 大概比較困難 但是透過地方政府 大概我們可以做相當程度的去瞭解 然後如果說也有這個員工有反應 或是澄清的話 這些我們就可以個案去在家裡處理 因為其實這樣的案件 我相信龍總他不是第一家 之前中華電信也有爆發出來 這樣的一個事件 那所以其實我不曉得說 勞動部針對於這樣子就是 刻意在規避勞基法 這種惡劣的一個行為的這種廠商 到底做了什麼樣的努力 包圍我們大概 我們可以在我們的 勞動檢查的重點的部分 針對像這樣子的情態 或是比較大型的這些 還有比較可能發生這種現象的 去做重點優先的去檢查 好 其實我今天提出這個問題是 其實這種的案例我們其實層出不窮 那我們也不希望說 未來還有繼續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這種假派遣徵僱用的事情 它其實是傷害了很多勞工權益 他們沒有辦法不去做這個工作 因為他們需要工作 可是這樣的廠商卻一直用這樣的手法 在對待這些勞工 所以其實我希望勞動部能夠積極的去 就是檢查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不肖的一個廠商 那再來我要詢問到的是 剛剛我們就是理念修委員有提到 就是目前我們政府單位 現在在派遣上面 剛剛部長是說勞動部 明年就要零派遣 是 勞動部本身的 部本部啦 部本部 好 你們要零派遣 那在其他的一個部會 我們所屬的機關 我們所屬的機關 大概我們會要求他按比例來理解 其他的部會我們會個別的去 也希望他們能夠降低 像國營事業我們先接洽 看看他們能不能訂出一個比例出來 好 其實因為其實這個派遣的問題 我在前部長在任的時候 已經跟他提過了 我們希望我們的政府單位 能夠先帶頭做 能夠真的做到政府零派遣的 這一個目標 那我希望這是新政府上任之後 能夠有決心去做這件事情 那速度也要加快 但是我剛剛看你們的這個報告裡面 你們的這個報告裡面的 第14頁 有講到你們要建構派遣勞工保護法 是 好 那所以部長在你的任內 你也是希望去推動這個法 對 但是裡面有一些重點 可能需要再進一步溝通 譬如說到底是政變表列 負面表列還有百分比的問題 這個部分可能需要溝通 但是有共識的部分也不少 譬如說同工同酬 責任軍等 例如像這樣子的 然後能夠加強對重機業者的 這些管理等等 這些是有共識的 好 因為之前之所以在前朝政府 他沒有通過 當然是這個比例上面 他跟資方談不攏 所以一直送不出行政院 所以這件事情一直都沒有一個結果 那上次其實我有提到 這個派遣勞工保護法 這個法其實在民間團體上面 其實有很大的爭議 有很多的團體是認為說 我們根本不應該立這樣的法 因為這樣這個法就是在 就是在承諾說我們可以用派遣勞工 好 那上次我在詢問前部長的時候 他也說這個法其實我們就是希望說 讓他同工同酬 然後就是把這個福利盡量 跟一般的勞工一樣 然後慢慢的去削減這個派遣的勞工 但是我覺得蠻好笑的是 如果說我們真的要這樣做 我們就禁止派遣就好了 我們為什麼還要去立一個法 然後拖一個很長很長的時間 為了這件事情然後立了一個法 然後拖了很長的時間 然後再去禁止派遣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的想法是蠻奇怪的 所以我今天看到你們又提出了說 你們要制定這樣的一個法 我希望勞動部能夠跟這些民間團體 這些勞工團體 在做深入的一個討論 是不是有必要要設定這個法 然後讓這個派遣的這個行為 這樣持續下去 我覺得這是有很必要性的一個討論 然後所以勞動部我希望說 現在是你們的想法 覺得要有 所以這個報告裡面才會列出來 然後但是我希望你們 會後好好的 再進一步溝通 對再好好的思考說 到底需不需要列這個法 那今天的時間 因為也差不多 我希望說針對於這個七天假的部分 因為我們上次已經有拿到一個草案了 但是這個草案我不曉得是不是勞動部 已經是最後的版本 那如果是我相信很多勞工團體 還是會非常的不滿意 那所以這部分我希望說 勞動部這邊能夠再多加去思考 然後盡可能的朝向就是 真的去降低我們勞工的一個公司的 這個方向去努力 包圍我就一句話給我一個報告 剛才講公教人員的週休 這兩個例假 那個情況我們這個是不一樣的 因為它兩個例假 我們是不能工作 公務員是可以工作的 所以基本還是有點不一樣 不過我們不管任何設計 一定要為勞工的整個權益 可以來著想 這一點請委員放心 謝謝 好 謝謝洪委員 接下來是王毅民王委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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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